家境贫寒的超级学霸为补贴家用当枪手 自主研发的音乐暗号令监考老师是防不胜防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故事片《天才枪手》 小林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 他老爸为了能让他将来出国深造 特意把他转到了一所重点入学 对于这种能为学校争光的学霸 校长当然非常的愿意见难 入学之后小林很快便和同学傻白田成了好朋友了 傻白田由于成绩太差了 加上学校又发布了新规定 考试成绩必须在79分以上才能参加社团 因此把他给愁的 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 尤其是数学 虽然也报了数学老师的补习班 但还是什么都学不会 不过对于小林来说这都不叫事 傻白田一看非要缠着小林教自己数学 其中考试到了 虽然跟着小林学了一个学期的数学 可无奈傻白田的脑子实在是太笨了 尽管腐败的数学老师出的题 全是他补习班上的那些 傻白田还是忘了个一根二性 毕竟是自己收的第一个学生 小林答完题之后 把答案偷偷的交给了傻白田 虽然这个过程显向还剩 但最终是有惊无险 傻白田如获之宝 顺利的考出了理想的成绩 转过天 傻白田带着小林来到了同学富二代家 这个富二代也是傻白田的男朋友 学习成绩跟傻白田是门当户对 两人可以说是一秋之河 家境贫寒的小林 被富二代奢靡的生活刺激到了 同样生而为人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止醉禁明 而有的人则只能吃香烟菜呢 富二代邀请小林来家里做客也是有目的 他老爸已经发话了 如果期末考试及格 就会送得一辆车 富二代告诉小林 只要能帮他在期末考试过关 他将给小林3000泰铢的酬劳 而且这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费用 他还有五个跟他一样不争气的同学 每个人都愿意拿出3000块钱 而且这只是一颗的钱 也就是说除了体育课 小林如果答应的话 每学期可以挣到13颗的钱 加在一起就是23万4000泰铢 本来小林不想答应 但听说每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 都要给学校交20万的奉献金之后 他忧郁了 给学校交奉献金这件事 他老爸一直瞒着他呢 为的就是不想让他有心理负担 看着老爸含辛茹苦的样子 小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决定答应富二代的要求 并且在弹钢琴的时候 研发出了一套隐秘的作弊手段 他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了 已经交过前的同学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小林用四首曲子 代表ABCD四个答案 判出应该选择的一道题 事实证明 小林的这套作弊手段非常的管用 傻白田顺利的进入了社团 富二代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献身 其他同学的考试成绩 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而小林存折上的数字 也在不断的攀升 挣了钱的小林 首先给他老爸 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新尘衣 而身为教师的老爸 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 是在教别人弹钢琴挣的钱 声援在不断的扩大 都是作为招生办主任的富二代给招来 年终总结的时候 小林和另外一位自由生阿班 同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这个阿班也是个超级学霸 但跟小林一样也是家境贫寒 虽然小林对阿班颇有好感 但阿班始终是一副 拒任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对于这两位自由生 校长都非常的喜欢 但是新加坡提供给学校的 全额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 自此小林和阿班成了竞争对手 这两个家境贫寒的孩子 都希望自己能得到这份免费的大餐 阿班和小林一样也是单亲家庭 他老妈开了个洗衣房 是腰酸背疼 阿班是个正直的学生 即便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请他帮忙作弊 也会被他无情的拒绝 就算是给他钱的也不同意 不仅如此 当他发现其他同学作弊的时候 还会主动向老师汇报 可以说是班上最令人讨厌的同学了 这次的考试居然分AB两套试卷 这是小林和他的客户没有想到的 不过这难不住小林 在他的统一指挥下 同学们都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考试结束之后 让小林没想到的是 阿班居然举报了他和小眼睛的作弊 虽然两人死不承认 但最后还是被学校给发现了 傻白田和富二代可吓坏了 不停地向佛祖祷告 校长很快就把小林的老爸 请到了办公室 可无论校长怎么问 小林就是不说话 这个时候 落井下石的阿班出现了 说小林这么做就是为了钱 本来校长是打算让小林退学的 但念其是初犯 最后不仅把小林的奖学金给取消了 还取消了小林竞争新加坡 全额奖学金的资格 这也就是说 新加坡的全额奖学金 自然就落在了阿班的头上 回到家之后 气愤的老爸脱掉了那件 小林为他买的名牌神衣 并要求小林赶快把钱退还给同学 转眼间到了高三了 富二代的父母打算 让自己的儿子去国外念书 富二代和傻白田交往以来 学习成绩不断的进步 富二代的父母商量之后 决定让傻白田和他们儿子 一起去国外念书 对傻白田来说 这当然是个好事 但去美国留学 必须要经过美国大学委员会的考试 也可以称之为是美国的高考 因此傻白田希望小林 能帮助他和富二代通过考试 之前作弊的事 让小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刚开始他是拒绝的 但听到富二代 可以付给他60万的枪手费之后 小林毒摇了 他思来想去 打算接下这个项目 但具体怎么操作 他还是没有头绪 这个时候 一个老外跟家里的孩子 打电话的场景启发了他 他发现澳大利亚的悉尼和泰国 有四个小时的时差 考试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但是由于时差的原因 悉尼会早于泰国四个小时开始考试 小林飞去悉尼考试 考完之后把答案发回泰国 如果顺利的话 富二代和傻白田拿到答案之后 刚好可以赶上在泰国的考试 但对小林来说 仅仅只有富二代和傻白田 这两个客户 不值得他冒这个险 他让富二代去召集 更多参加这次考试的学生 每个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 等挣了钱大家评分 小林之所以要这么干的 是因为他也非常想去美国留学 可没有钱 即便考上了也去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当得知小林也要去美国留学 可把傻白田搞性快 今后有这个学霸保驾护航 他和富二代在美国一定会顺利毕业 这时候富二代提出了一个问题 小林到时候用什么办法 把答案发回来呢 小林说没别的办法 只能把美道提的答案 拼命的记在脑子里 然后利用藏在厕所马桶 干上的手机网会发答案 但题目有100多道 仅仅靠脑子来记 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小林说由于时间紧迫 他最多能记住一半的答案 而另一半的答案 只能再找一个学霸帮王了 这个人就是他们的速逼阿班 说来也巧 或者说就是阿班的报应 这哥们晚上正准备 给客户送衣服的时候 被两个社会青年给胖走了一顿 揍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骑车撞坏了人家的倒车性 这顿胖揍可不清了 把阿班直接就作昏迷了 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郊外的垃圾场里 阿班因为这件事 申请讲学期的考试也给耽误了 招生过程很顺利 小安静把出国留学补习班里的同学 全给弄过来 富二代在台上发表了 慷慨激昂的演讲 并把如何作弊的方法告诉了大家 能够带进考场的东西只有四样 2B铅笔 橡皮 准考证和护照 考试分三个阶段 小林在中场两次休息的时候 会把答案传回来 到时候答案会以条码的形式 粘贴在2B铅笔上面 不同宽度的条码 对应着不同的答案 每个人会拿到40铅笔 每支铅笔都对应着一部分答案 条码旁边的数字 则是填空题的答案 关于写作的题 到时候小林会发题目回来 大家在网上查找相应的文章即可 考试的当天 为了能让大家按时到达考场 富二代会给每个考生准备一辆目的 转过天 小林来到了阿班的洗衣店 准备油水阿班参与这个大项目 失去了讲学心的阿班 对金钱有着极度的渴望 为了拉阿班入伙 之前的事小林并没有计较那么多 一早阿班就来到了富二代家的映画场 小林向阿班讲解了操作的过程 首先小林和阿班在网上报名 然后飞到悉尼参加考试 在考试的过程中 阿班必须记住前一半答案 小林记后一半答案 阿班提前离开考场 将前一半答案传回泰国 但是阿班如果只写了一半的答案 就离开考场会引起怀疑 所以阿班到时候必须要假装生病 一切准备就去之后 阿班问自己能在这个项目中分多少钱 小林的答案是100万泰铢 这个数字对阿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他没想到当枪手居然能这么挣钱 本来一切都顺顺利利了 但是到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由于富二代说漏了嘴 阿班得知自己上次被打居然是富二代顾的人 虽然阿班气得不轻 但并没有影响到项目的进展 因为阿班实在是抵抗不了100万的诱惑 有了这笔钱 他老妈今后就不用再那么辛苦了 两人来到悉尼之后 在考试前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在进考场之前 两人分别把手机藏在了卫生间的马桶盖里 对于小林和阿班这种超级学霸来说 这种考试并没有那么难 难的是必须把答案一字不差的记在脑子里 第一阶段还挺顺利的 两人利用休息的时间 很快就把答案传回到了泰国 而泰国那些考生也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 阿班在传答案的时候 突然临时加价 要求富二代多付给他100万 算是他挨打受伤的腰费 可把富二代给气得不轻 拿到答案之后 富二代和傻白天开始忙活 利用自家的印刷机把答案全部粘贴在了铅笔上 接下来的考试也没什么问题 但在传答案的时候出事 由于有人反映阿班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怀疑 光光光的砸门声把阿班彻底给吓叫了 慌乱中他急忙把手机扔到了马桶里 他的这一愚蠢行为最终被监考老师捉了个现行 受阿班这件事的影响 小林也被监考老师从卫生间里撵了出来 小林一看同伙暴露了 心里也是慌的一批啊 不过他临危不乱趁着喝水的机会把手机偷偷的藏在了饮水机的家边 阿班被抓小林只能孤军奋战 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把他累得脑人都是疼的 不过毕竟是超级学霸 他利用自主研发的作弊方法居然把答案全都给记住了 为了能提前离开考场去传答案 小林开始用铅笔铜嗓子眼 硬生生把自己给弄吐了 眼瞅着出发的时间要到了 小林那边还没有把最后的答案传过来 考生们全都记了 小林离开考场之后 他的可疑行迹很快就被监考老师给发现了 监考老师一路追踪小林来到地铁站 小林是边走边发答案最终完成的任务 泰国那边考生们收到答案之后 也坐着摩迪出发了 由于小林和阿班都来自泰国 因此小林也被教育协手调查 不过这次阿班表现的还行 没有把小林给供出来 这件事对小林的刺激是挺大 阿班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 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参加出国留学考试了 从机场出来 他也没有给来迎接他的富二代和傻白天好脸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省 小林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退出了富二代和傻白天的群组 那些前提也没有要 最终阿班因为当枪手这件事被学校强行退学了 小林收到了阿班的信息 他晚上来到阿班的洗衣房 看到挣了钱的阿班正在重新搞装修子 摩托车也换成了最新款的 阿班找小林的目的是想拉小林入伙 一起为那些准备考泰国大学的学生当枪手 小林万万没想到阿班居然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那个曾经既恶如仇 视作为为耻辱的自由生已经不见了 小林现在从阿班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贪婪和金钱 本来小林对阿班颇有好感 但现在看来他和阿班已经完全不在一条道上了 阿班一看小林不同意 就威胁说要把小林当枪手的事全说出来 这样小林也会像他一样再也无法出国念书了 包括富二代和傻白天在内的那批通过考试的学生 也都会受到牵连 更严重的是 这件事很可能还会导致泰国被取消举办考试的资格 但已经想明白的小林并没有被阿班给吓唬了 在老爸的鼓励下 他找到主考单位 主动交代出了自己的作弊行为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一首唐诗压经 考试总想要作弊 诗根自己过不去 就算现在过了关 将来也得拉清单 这件事都听到 Fifth 最 cherish的 这件事是 感谢观看